反恶霸 挺善良 我们不同意罢免 反恶霸 挺善良 我们不同意罢免 画面上是国民党基隆市议会党团蔡旺连 蓝敏黄与何淑平议员 跟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胜 共同召开记者会 谴责霸凉阵营 宣传不实言论虚假讯息 企图给民众错误的印象 国民党呼吁要还给基隆一个良善的环境 停止罢免的政治操作 8月5号我们基隆市政府学院委会正式公布 联署查询单只寄出1441份 对比民进党民意代表 在这天节目在脸书上乱说的25000份 相距非常之大 两个数字误差18倍之多 我想从市政府的公告资料 可以确认这又是民进党选举的奥婆 他们公开造谣 那是选委会为了基于选务的需要 确保这个罢免的公正性 依照民众所提供的情资 评估宽列25000份的查询单的预算 以备不时之需 我在这里跟各位市民朋友来报告 这只是垫付案的预估经费 那必须是要依照这个核实支付 为支付的余额将全数缴回市库 绝对不会这个福报或滥用的情势 那在这里本人就要质疑了 因为本人是审查会主席 我们早上才在议会开程序委员会 那但是这个为什么公文晚上就出现在政论节目 今天的最主要的目的在于 要还给我们基隆地方的一个社会公平正义 在还没有确定他的联署出的分数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利用名义代表的身份 然后在政论节目 在媒体上一直在宣打 说是怎么两万五千份的这个数字 而针对蓝营召开记者会批评 民进党方面也提出相关回应 他们估算的罢免查询单数量 是来自于选委会提出的预算规模 我想大家有看到当初基隆市选委会 提供的相关的罢免的预算的一些科目 那上面也清楚地载明 这个邮寄费是两万五千份 当然我们也很感谢基隆市选委会能够依照相关规定来执行 那最后应该听到寄出的查询还是一千四百多份 那也符合我们认知的期待 因为这跟高雄当初霸函的这个相关比例比较相符 那我们只能希望说未来如果罢免真的成立的时候 很多需要去宣传或需要做动作的能够在相关法规里面执行 不要跃举 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时间 今天国民党竟然说的是说 因为我们在节目上披露这两万五千份的这件事情 而造成选委会的一个公信丧失 但重点是说 如果今天基隆市选委会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的话 它何来编列两万五千份的这样的一个查询单的预算 那过去不管是在台北台中高雄相关的一个罢免 它的罢免的查询单的比例都不到十% 难道基隆市选委会有像其他的县市询问过类似的一个经验吗 我相信这个编列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六十 这是一个这么浮夸的一个数字 甚至是这么浮夸的一个数量 难道这不是当初就应该要被检视过了吗 所以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的一个揭露 我们甚至是预防了基隆市这个罢免案 被恶意的一个没收 我觉得这才是应该是基隆市国民党的一个市议员 应该要来面对的这件事情 根据观察这次的罢免案几乎成为定局 将进入第三阶段投票 这也是基隆市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市长罢免选举 考验基隆市民的智慧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张启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